立法院臨時會還沒開 小綠再度槓上大綠 讓柯建民罵到氣噗噗 等你等我講話你再講好不好 不是啊 你扭曲我講話 我就要回 你剛才不是也回嗎 你寫了書耶 張慶忠的議事務無效 今天臨近的議事務不要確認 為了勞記法 民進黨遭時代力量 國民黨團夾殺 一年修兩次 監察院糾正 行政院和勞動部 更讓柯總召很火大 到底誰在打演誰啊 我們今天實在說什麼 民進黨最爛 我們要把監察院導正啊 現在監察院是什麼 可以對立法院自己點點 第一時間堅持修法的行政院 撇清責任說一切尊重立法院決議 監察院可能在有一部分 在這一次的修法 監察院可能是有誤會 如果上一次彈性不夠 那這一次彈性是夠的 那假如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在解釋上 我們認為說監察院是 應該來肯定這次的修法 被提糾正民進黨團 倒是很團結 立法本來就是立法院的這個職責 那監察院去糾正行政院 那行政院已經有公開的說明跟回應 那我們當然也尊重 發言人他所講的 其實不是一個責任的推卸以否 其實他是描述了 我們國家憲政運作的一個法定程序 嘴上說不在意 但修勞基法 卻是賴葵和蔡總統的旨意 夾在勞工和黨之間 綠為兩邊不是人 如今政院又推責 只能哑霸吃黃蓮 解釋要成為這間小組 特別報導